上期视频我介绍了一款适用于1.17版本的枪械模组 Timeless and Classic 但是由于完成度的问题 小伙伴们的体验可能不是很好 而这款完成度极高的Crafting Dead模组就不一样了 不仅拥有动态准心、暴徒伤害 还有很多套战术服装 迷彩奔徒可以选择 简直强到离谱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姨默的白宝枪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1.16.5的最强枪械模组 有多强 连按两下shift有趴下的战术动作 所有枪械都有对应的弹药包和音效 数量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战术服装 能让我们靠似成各种特种兵 忍者、小剑剑、工程师等等等等 如果这样还不够 那开枪的动态准心和爆头时的手感 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款模组是怎么使用的吧 这款模组的枪械合成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铁钉合成对应的零部件就行了 而且大部分枪械的白法都是一样的 十分好记 这次就先合一把狙击吧 得到新武器后 自然是要改装加强一下的 按Z键打开模组的操作面板 左边可以决定我们要穿什么衣服 背什么武器 右边则是枪械改造 我们可以给枪装上8倍镜 消音器、握把 还可以给枪上喷涂迷彩 这里有凭狙击用的龙喷涂 来 让我们看看效果 不错诶 有CSGO龙狙的那个味儿了 然后呢 和传统的FPS模组一样 R键换弹 右键瞄准 这个狙击枪开枪时的手感和音效 就像是在真的玩FPS游戏一样 简直不要太少 如果狙击不符合你的口味 你可以试试这个模组中的冲锋枪和现弹枪 如果你觉得这还是不够爽的话 那你还可以拿出加特林 和凋零莫荣来一场酸爽的亲密接触 顾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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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哎呀 伤害真高 几下就挂了 然后 这一款模组不仅增加了数款枪械 还增加了好几种药品 丧尸游戏的经典小红包 肾上腺素 绷带 还有一些医疗药品 一硬俱全 而在玩法上 我们也可以拿着降落散 玩高空降落 同时呢 丢下手榴弹 华神轰炸机 也可以趴在地上 远程狙击 当一个冷酷的杀手 嗯 接着再来说说这个模子中的一些冷兵器 有武士道 物理学圣剑 平底锅 电锯 啤酒瓶等等等等 数量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呢 但是这些武器都没有攻击音效 这一点有些可惜 最后呢 这个模组没有1.12版本 迷彩服装等外观道具 不能用到剧情类MC的视频的拍摄中 属实有点可惜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哦对了小伙伴们 我们新出了一个游戏 叫合成老阿阳 但是我玩的实在是太惨了 怎么都看不到自己的头 能过的小伙伴快在评论器里面 秀出自己的截图吧